-現在拉上了 -拉床 -沒有沒床臉咋辦呢 -關了 -好好好 -無妙拉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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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扣的應該不會被發現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開始講今天的主題前 剛剛片頭各位看到的影片是 聖上最近在西安舉辦的 中亞峰會他要求在 周邊的高樓住戶啊緊閉門窗 還安排了警察住到 這些高樓住戶的家中 你還不得拒絕哦這就是一些 舔共台灣人說的中國 偉大復興的證明中國 就是這麼的安全 所以啊勸你們快點放棄中共 不承認的綠色護照跟國籍吧 你知道我們台灣中部地區 什麼時候才需要緊閉門窗 不得外出嗎我以前大學就在 中部讀書嘛有時候也會遇到 這種情況就是民間習俗 送肉種的時候 但是啊這也不是強迫性的 就看你信不信宗教而已 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也可以外出那沒差 他不像聖上這樣是強迫你的政策 你不答應可能 嘿你就要去種小小的棉花囉 看到偉大的祖國人民啊 都在為聖上送肉種 太暖心了 大家應該有看過古裝劇吧 皇帝出巡的時候 是不是百姓都不能直視皇帝 不能看皇帝 你看了就要被拉下去砍了 所以啊這就是聖上的夢回大堂 說要這個漢堂復興 但是我必須跟你們小朋友說一下 你知道大堂是有宵禁的嗎 你是不允許亂出門的呢 所以你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回到宵禁 雖然你們前三年也都在宵禁 難怪這些社區的住戶啊 門窗緊閉 不得外出 還有暖心的警察在旁邊看著你啦 果然是大堂聖是全堂聖上 好啦看完這個人框的自我修養影片之後 我們來講到 最近中國自從脫口秀演員 House一世辱華之後 小粉紅又開始新一輪的出征 甚至十幾年前的節目片段 都被小粉紅扒出來抵制 像是啊中國知名音樂製作人高小松 是中國以前校園民歌代表人物之一 2021年的時候 環珠格格裡面那個小燕子趙薇嘛 他不是被聖上瘋了嗎 被抵制後啊 這個高小松啊 也跟著一起倒台 那他的節目片段 如今被小粉紅拿出來 三反五反正反了 大家來看一下高小松究竟說了些什麼 他一個看不起藝人的社會 只要連續裝逼五百年的社會 他看不起就是這樣 這個連續裝逼五百年 我從這部務人 我從這部務人 我從這部務人還背負非常大名 就說為了錢要混進娛樂圈 娛樂圈是不是不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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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已經公務人有那麼專注嗎 對 我每分錢都是自己辛苦上來的 怎麼了 娛樂圈怎麼不看娛樂圈 看娛樂圈的時候也是他們 罵街的時候也是他們 這個社會很大 就大家都說 我這個這個不公平 那個不公平 誰讓你不公平的呢 又不是我 是我們幹 不能說 然後又不是日本人 你沒有一分錢的痛苦 外國人或者日本人 沒有 是誰騎著你腦子上 不能說了 然後他就不能說了 不能說了 你最後就是最後你成為一個 你看他屎是不能吃的 他說你吃過嗎 你沒吃過你怎麼知道 看下這些人 是不是跟我們現在的台獨分子 境外勢力 甚至中國的那些小反賊 在海外的中國反賊 是不是說的都差不多呢 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中共自從1949年之後 就開始大量的批鬥右派 叫反右正反嘛 三反五反 還有抓一些自由派 等右派跟自由派一網打進之後 那只剩下左了 但是為了彰顯政權跟延續政權 還有爭權奪位 要黨內鬥爭 那就會從剩下的左裡面 照誰更右誰更左 沒有更左的人 那就是右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鄧小平相比毛澤東 鄧小平比較右 那在毛S之後 鄧小平反而又變得比較左 然後那個趙紫陽那些又比較右 然後趙紫陽那些人又被打倒 那好不容易換一個稍微右一點的胡溫派上台 那剛好不巧 現在又來一個更左的聖上 那胡溫派被團滅了 不是嗎 所以又一樣的意思嘛 傳承這個習俗一直延續至今 這也可以解釋 為何以前很多 比較所謂的溫和派啊 或是比較自由派的官員啊 在聖上上台之後 不是被鬥倒 就是表現出了非常的戰狼 非常的與普世價值脫節 為了保官位或是保命 簡單來舉例啦 上一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汪洋 他在聖上上台之前啊 他公開說的喔 他說我希望中國要改革 財產官員應該學西方民主量公開透明 他還說希望司法獨立 結果現在的中國司法不獨立 財產官員不獨立 但是在聖上上台之後 他變得非常戰狼對吧 講的話也變得非常犀利 還擔任中國海外統一促進黨的黨主席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段影片裡面最悲哀的就是 不能說了別說了你不要說啦 這句話雖然簡單但也最扎心 這些出過社會在體制內 或是跟體制的人打過交道 所以他們懂 但是小粉紅總是不懂 因為小粉紅大部分是學生 還輪不到他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鐵拳會遲到但他永遠不會缺席 連中共高官都逃不過鐵拳 那還有這段影片 這個影片是一個女評審 痛罵中共官員的片段 她也被小粉紅抓出來出征 帶大家來稍微看一下 你說為視野 為中國戲劇堅守 哪有這麼多高尚的想法 國家也好政府也好 我不知道這樣的平台說這個話 可能都是又要被停了 正心戲劇 真的不是韓子 他就是藝術家 大家都看到了這齣戲很難演 這樣的藝術家不保護 不給予基本生存 給誰 你們考考生生 肥瓜獎 文化獎 幾百萬幾千萬 花那麼多錢拍一台戲 得了假語號 混蛋倉庫裏 老百姓也看不到 是嗎 錢呢 那看完補充一下 這位戲曲演員的月收入 只有1500多塊人民幣 換算一下7000台幣左右而已 那這個女評委 她自己也是拍電影電視的人 但她一開始的本業是戲曲 只是賺不到錢 所以跑去拍電視電影 所以她在節目上非常有同感的 大罵中共政府 我們不評價她罵的點 對不對 即便不對 假使不對 她也是可以自由的表達 自己對於這塊行業 希望中共政府能更加重視 而非逢場作戲 那最諷刺的就是 她說不知道她這樣講 會不會被停 會不會被抓去聊聊 你看在台灣或是在美國 誰因為在電視上罵了政府 諷刺了政府 被抓去聊了 如果是這樣 我看台灣很多的爭論節目 趙少康的那個 劉寶傑的關鍵時刻 他有時候也會罵一下政府 那這些都要被關掉 上面的名嘴都要被換掉 但有一點比較妙的是 大家可能沒有發現 他罵的是那些中共基層的幹部 他說基層的幹部 把黨中央的命令沒有執行好 所以錯的不是黨中央 錯的是下面的基層 這跟今年央視春晚表演的那個坑 是叫做坑是吧 反正演的那個小品是一樣的 哎我就躺平了 反正黨中央是對的 但是錯的是下面的官員 執行不好 所以這裡也衍生出兩個概念 當你罵中共的時候 小粉紅就會說 黨中央非常的好啊 是下面的人執行不好 然後你拿出數據說 其實上面的人也執行不好 不是下面的錯 因為下面的人要層層加碼 為了不讓自己受害 所以要更嚴格的執行 是你上面很會甩鍋給下面 下面的人不得不這麼做 這個時候小粉紅就會說 嘿我們國家這麼大 14億人口管理當然不方便啊 所以上面會出一點霹漏 這也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往哪邊講 黨中央都沒有錯 那麼難管理分裂啊 學歐洲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啦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女評審 她也是技巧性的 講出她心中的想法 所以從十幾年前的高小松 到這位女評審 是不是都講差不多類似的話 所以出過社會的人 都是明白中共的 就是小粉紅學生不懂 放心啦鐵拳遲早會到的齁 而在昨天晚上的狗音啊 出現了一個 反對崇洋媚外的群組 人數瞬間高達了 將近百萬的粉紅參加 裡面有各種原因 像是反對非洲各國的人 來中國娶妻生子 工作 男女學伴 因為我們中國男生好可憐 沒有老婆 沒有女朋友觀棍 或者是去海外 帶大家來看一些粉紅的留言 希望國家出台政策 志願和外國籍人結婚的 歸為自動放棄中國國籍 不論男女 欸你確定要推出這個政策 你推出這個政策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就會 我隨便去找東南亞啦 甚至非洲的結 反正結結我可以再理 你要確定你這樣做中國的人口 應該會大量流失喔 你要確定喔 建議部分女性同胞去收一下 非洲宣傳中國女性海報 我會帶著這句話走遍抖音 我們不能成為第二個法國 女同胞們要好好保護自己 一定要對得起先烈用鮮血朗紅的國籍 中國萬歲 我真誠且堅定的熱愛我的祖國 我是女生 已刷到已發生 我的後代 必是黑眼睛黃皮膚 是堂堂堅持的中國人 我永遠不會背叛我的祖國 拒絕重陽妹外 禁止男女對立 官方限了我的流量 我就自己宣傳 各位同志們 我們需要你的資源 我是女性 已刷到 我的後代必須是純種的皇家 雖然這些流言阿 真的是把我們給笑死 但是暖心的鐵拳又來了 這些流言阿 這些群組阿 被中共給消失了 所以小粉紅真的是蠻可憐的 連反對的東西 都要跟著黨的節奏 你走太快不行喔 你走太慢也不行喔 中共自己也是活該阿 自己培養出一些不受控的民族主義分子 還要花心思來調整他們的步伐 你們這樣真的是給黨作亂 所以我們從這點也可以看出 這些粉紅就是七三八二 你看他們百萬人耶 義憤填膺的反外國 結果被中共給封殺了 照理來說你應該也要把中共打成是重陽妹外的同路人 對吧 一定是這樣啦 除非他今天的身份不是中共 就因為他今天的身份是中共 所以你不敢罵他對不對 說真的你們如果要反外國 你們應該呼籲中共跟各國斷交先啊 撤離大使館 一對走先去歐美的中國人 是不是也批鬥一下呢 你們最愛去旅遊或是移民的國家 千兩名是什麼 日本跟美國喔 這恰好也是你們最恨的兩名國家 對嗎 你們最愛的國家是什麼 他爸國 北韓 敘利亞 巴鐵阿富汗 結果這些國家你們粉紅去了家走 還沒有美國都愛 所以啊 嘴巴要贏 吃相多難看都可以 這就是小粉紅的社會氛圍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按讚喜歡加分享 不喜歡的去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啦 掰